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悲痛至极的于显阳来到鸭蛋桥 将一口恶气撒在了倒卖违禁药品的日本浪人身上 最后得知位于青阳帝的日军医院里 可能会有自己想要的药品 曾楚南匆匆离开旅馆 不想于途中巧遇乔装成浪人模样的于显阳 在阿宝的暗中协助下 于显阳摆平了日本军医 顺利取走三平 被其藏匿于暗阁中的盘尼西林 郭建功虽感激于显阳救了姐夫的性命 却也对他的罔顾军纪做出了严厉批评 爹 爹 你怎么了 你的身子怎么这么烫啊 你醒醒啊爹 当家的 这怎么回事 是一瓶 把他跌从小鬼子手里面救出来了 一瓶 是一瓶 是没把他爹救出来的 藏这里啊 哎 三叔 我爹怎么了 哦 你二叔来看过了 讲这是严正要打针 不然的话 危险 要打什么针 你快告诉我 我去想办法 你想打就打 我说讲过了 那就叫潘什么灵的 一根筋条才能画到一子 上海滩都未必能画得到 虞大哥呢 虞大哥在哪里 早要去了 天一亮就去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他找得到吗 你怎么来了 我们掌柜的在里面吗 快带我去见他 哎哎哎哎 不说是 你死了 不死了 早急 你说什么 一直没把我姐夫 救到你那里去了 没错 我已经亲眼见到钱师傅了 那就是说 一只没爱活着 当然 谁说他死了 城里早就传遍了 那个一只梅的脑袋 就挂在城门楼子上 这样吧 我先跟三嫂回去看看 你把兄弟们散出去 打探消息 一旦消息确凿 马上图止曾见识 大哥 曾先生 一只梅他还活着 别着急 你慢慢说阿瑟 怎么回事 一只梅 把阿元他爹救出去了 眼下就藏在三哥那里 你讲什么 一只梅在老三那 是啊 郭掌柜已经赶过去了 不不不 这就奇怪了 阿宝不是讲 他经验所见吗 还有 那只枪 不是一只梅的吗 对 我搞清楚了 死的那个 是骆手弹 骆手弹死的时候 一只梅的枪 刚好在他手里 小鬼子就以为啊 他就是一只梅 于显阳受伤没有 好像没有 不管怎么讲 这样人在就好 大先生 于显阳把事情闹这么大 所以日本人 很有可能会改变计划 俊宇 今天哪里都别去 在这里给我手的电话 好 明白 但愿老郭能把他控制住 我去 尽头 帅哥 你是谁 这是谁 有 你 你 我去 你怎么想要 楼上插把眼 你是插把眼 你得 什么调 我想找你买点药 买药 没有 我有钱 有钱 钱 我赢的是 可外面讲找你能买到药 就凭你 不可能的 我说你眼睛能不能看着我讲话 我就在看着你讲话 怪不得叫你插把眼 站住 我说你不敢 把眼睛 把眼睛 你竟敢诬蔑大和武士 把眼睛 再抓你 大哥 我小人不敢 我小人不敢 你干嘛 大人 我说你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 你怎么满嘴东北话 大哥 我地道东北人 就算满都呆久了 这日本人太多了 我说话都窜门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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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说人话就行 我要找你买点药 告诉我有没有 没问题 大哥 你说怎么拿玩 名字有点怪 叫潘尼的林 潘尼的啥 潘尼西林 对 潘尼西林 有没有 大哥 不瞒你说 这个真没有 大哥 你别动不动手 行不行 有没有 大哥 老实跟你说 这个药我也只是听说过 从来没见过 在哪里能找到 在清阳地的日本医院 那个可以有 好 非常好 挨个儿不伤 宁静志愿 真不愧是 传诗鼓曲啊 可惜我功力尚浅 谈不出空谷幽兰的意境 不不不 秦子小姐 你谈得很好 真的很好 令我内心 安静平和 烦恼取消 看来我把你留在苏州 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司令官 何出此言 一位鸠燕王 不是经常自称 申草吗 那么 我当然应该给他安排一位 小野小艇 司令官 您太抬举我了 小野小艇可是家喻户晓的大美女 我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 眉毛如樱花 瞬间急事 唯有才情 才能流传千古 齐秉司令官 严谨前程到了 来得好 司令官 武汉秘电 武汉秘电 心非北平 看来 这位查判代表非常谨慎 属下以为应当如此 一日大局未定 一日不可掉以轻心 尹飞北平 是为了阎人而目 然后再到苏州来 不过你们想过没有 那个室内手艺 也搞了一个联合政府 看来它是 要跟我们唱对台戏 也要跟大本营唱对台戏 我们绝不能允许 这种情况发生 绝不能 这要不要生之 关于这一点 手下已经有所考虑了 这是给华北参谋部的店 既然司令官和严谨军 有要事相谈 那我就先告辞了 新闻调查团 是的 同盟社和中联社的记者 一直想来苏州采访 卑职打算以此为由 请华北参谋部安排专辑 你竟然想得出这样的办法 好吧 我同意你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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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餐厅 从这里 秦子小姐 长官 严谨君 你知校外出吗 要不要我烧你一段 那就谢谢严谨君了 一个人外出要注意安全的 我只不过是想找家餐厅 换换口味而已 严谨君有什么好介绍的吗 我倒是知道 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料理店 很有些家乡的味道 如果秦子小姐肯赏脸的话 那我来做东宝 请 爹 你醒了 我在这里呢 你娘在哪里啊 叫她过来 我有话跟她讲 爹 你又糊涂了 我娘她早就不在了 不好 鬼子来了 扔炸弹了 爹 快跑啊 爹你别吓我 老娘舅 阿远 姐夫 姐夫 我看见她 我看见你娘了 看清醒 她很不妙 良娘舅 你快想个法子救救我爹 阿远 不着急 三哥 于显阳那小子呢 搞药去了 说次叫什么 西林的 蛮金贵的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一支煤会闯什么祸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现在 必须要搞清楚 日本人的行程安排 是啊 搞不清他们的日程 这边违法准备啊 所以 全都指望我们的情报员了 请 请 颜景君 秦子小姐 请吧 严谨军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 金子小姐 早在大正二年 也就是苏州的青阳地 刚被化为本国租界的时候 吉原军的父辈 就在这里经营这家旅馆了 是啊 二十五年了 是吗 那可真不简单 哪里哪里 两位 请吧 来 请吧 嗯 吉原军的家人也都在苏州吗 不 他们在内地 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那岂不是会很想念他们 是啊 记得有一首古诗 叫做 赛堂一本像 一边沾一本 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芳国 长恨苦长安 严谨军不愧是博文强计 哪里哪里 金子小姐 对不起 我不太会喝酒 金子小姐 你看看 这可是神户的大饮料 别说在苏州 就是在京都 恐怕也很难喝得到 就是就是 可是 万一我不剩酒力 金子小姐 你忘了 吉原军是开旅馆的 你还怕没有逢人休息吗 要不这样吧 我去给我的朋友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接我 怎么 金子小姐在苏州还有朋友 是本地商会的副会长 我们是在维持会成立仪式上认识的 啊 能让金子小姐青睐有加 想必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吧 哈哈 喂 麻烦转告楚先生 我在青阳地的吉原旅馆 请他来接我 好的 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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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过著名诗人习条八识的作品 而且他的演唱者就更加有名了 是李湘兰 对 李湘兰 来 严谨君 敬你一杯 李湘兰的歌我最喜欢听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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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齐燕君 你确定是正宗的大饮尿吗 我怎么才喝几杯酒天玄地砖 严谨君 你是酒不醉人 人自醉啊 不行 不行了 你跟我开房间 我要休息休息 好 好 游泽 游泽 赶快给严谨先生安排房间 让他好好地休息 没酒 家人 家人喝多了 九生没酒了 自己喝 自言三 到了 哈四 在这里等我 老板 这位先生是来接秦子小姐的 你是来接秦子小姐的 是的 可是她 她好像喝醉了 她是来接下来 秦子 秦子小姐 秦子 你怎么样 够 没完口 你 你会说日语 我与贵国的京都商社 多有合作 原来是楚会长 请多关照 我第一次来到您的旅店 觉得此地装饰和家具 都是非常地精美 哪里哪里哪里 您看 这样 让秦子小姐再小休息一下 您带我参观一下 你们的旅店好不好 既然楚会长有如此雅心 那我也只好奉陪了 请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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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更前请楚会长请 你的美国 那个程序 你再开启了 小姐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住 你的快快地告诉我 陆军愿在什么地方 你站住 搞什么名堂 我没搞什么名堂 跟我过来 去哪里 跟我走 我可告诉你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妨碍我执行任务 我要是跟你交真的话 早就逼你好几回了 你少给我戴帽子 逼谁呀 你凭什么逼我呀 每座的抗战手本我背得滚瓜乱熟的 我想来想去我也显不明白 我犯哪一条了 就冲你抗命不遵 我就有权毙了你 我抗谁的命啊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长官没了 我部队打散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 江委员长不是说过的吗 抗日时期 要亲爱京城共赴国难 你整天拿个破手枪枪毙枪毙的 吓我谁呢 你这不够亲爱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处置你 现在这里可是日租界 你前脚处置我 打我一下 后脚小鬼子就到了 打上我没关系 要是把你打上 那事可就大了 你可是上校 要不这样办 我去陆军医院先把病喊了 等我看完了病 我上门紧罪 你到那时候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随你处置 就这么定了 再拿了 我去那边 都走 不像话 这小子太不像话 一点规矩都不讲 曾长官 是在青阳地陆军医院是吧 好 我真去去会会他 坐下 长官 我 还信不乱 曾先生 这小子 这小子跑到医院去干什么 他真去看病 钱师傅 在日本宪兵队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估计不死也得包层皮 这小子是去找药 那怎么好 我现在赶过去保证手到擒来 你擒什么 你那点擒我还不清楚 刚刚得到情报 目标在26号上午从北宁机场起飞 预计到达所周福门机场的时间是在下午两点左右 任务迫在眉睫 所以各位在这个关键时刻切不可打草惊涉 轻举妄动 26号 天行诸雀 白虎欲堂 玄武私命 牛欲冲阳 大先生 机场在哪头 南头 在石苏王公路 就是老六团的机场 我们苏州人叫福门机场 南头好 物不受甜 物不散盖 最适合打伏击 最适合打伏击 你帮我去机场采下点 好的 叫上郭兄 郭兄什么时候到 监工老弟 我刚才看见你姐姐了 老娘秋 我爹认人了 姐夫 我姐都跟你说什么了 你姐姐 你姐姐 让阿元 找个好人家 爹 阿元 让你爹说 姐夫 姐夫 你说 一定要找个搞得住的人家 老吴家 靠不住 我们不能跟着他 做了罕奸 姐夫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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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你爹 还是送回寒山寺吧 我要在这里等于大哥 他给我爹找药去 黄队 你二叔讲过了 那总要上海滩 也不一定搞得到 那我也要在这里等他 我再来 我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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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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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 该死的总算死了 该来的总算也来了 死 你指的是钱阿三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 死的那个不是钱阿三 小致志 你也未免太得意了 也许吧 不管死的是不是钱阿三 正所谓 剑在弦上 我们只能多加小心 记住 从明天开始 把下面这条街全部封死 一条狗都不能封起来 是 这药到底在哪里呀 盘尼西林 盘 没有啊 雪 盘尼西林 我 我 你 También 兄弟 我胆小不要乱寒 要不然我手上的刀更没准 告诉我 潘尼西林在哪里 潘尼西林 我不晓得 但我晓得在哪里能找到 千万别拿自己的命冒险 我可以带你去 找 会说中国话的少作军医 看这照片 你去过南京 你的中国话在南京学的 我是南京人 你们小鬼子在南京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了 我今天再你千万遍都不解恨 但我今天不是来杀人的 我要拿一种药 叫潘尼西林 如果你不给我这种药 说不定我又想杀人了 你把药给我 我转身就走 潘尼西林这里没有 那我就没有必要留着你的命了 潘尼西林这里真的没有 这种药 只有伤害有 他真的没撒谎 他讲的都是真的 干嘛 和我说 我把她拿起来 他拿起来 我就把我拿起来 兔崽子 兔崽子 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 哼得说的都是死 你都是吧 你别跟我来劲 我今天要不看你是医生 我早就把你宰了 你不要给我 算是救了一个中国人的命 这算一命还一命 一命还一命 好 打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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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啊 兄弟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你赶快走 这里我出地 你是何样的 怎么称我 我叫阿鲍 我叫余锦阳 好 保重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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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竟然 走 快走 我来 走 走 你 快走 快走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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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取消 用鱼 不 Baş 有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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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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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着急啊 药水我拿来了 金师傅 你可挺住了啊 打着这个药 并准好 这么一点点药水 就要一根尽条啊 谁晓得呀 反正那个小鬼子 拼的命也不愿给我 玉大哥你真厉害 还会打针呢 上军校的时候看过 我也没试过 青姑娘 我把袖子卷起来 我怎么觉得不对呀 差两刀手续 是不是应该猜点什么呀 你行吧 不要搞错了 不管那么多了 就这么打吧 保鲜柜里装的是什么 辉禀太军 是一本账本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硬盒子 什么 这是一种新药 叛逆犀利 科长哥下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这里的凶手 和旧组前本出的 是同一个人 可是凶手 应该用的是刀 你怎么受到枪上 回一句话 我见到歹徒 占有行凶 想上天捉拿 没想到他从保险箱里 拿出一支枪 打了我一枪 没错 福田军确实有把波浪拧 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 足见你对大日本皇军 是中心的 将这种人 应该调到治安队 加以重用 是 我马上去安排 多谢他去栽培 报告小硬科长 我们发现了 被凶手遗弃的 那辆军车 走 都别决 看来凶手 不但会驾驶车辆 还会使用我们的九二十机枪 看来这个家伙本事不小 天阿森 天阿森没有死 什么 以前我只是怀疑 但是这辆车 正视了我的怀疑 你想 高超的设计技术 熟悉各种枪型 精通刀法 懂得驾驶车辆 这说明凶手 不但是一个士兵 而且 还在军校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是的 你分析得完全知觉 但是 我已仔细检查过 被我们斩首的那个钱阿森 直关节非但没有老捡 肩上也没有扛过枪的印记 就连肌肉也很松弛 所以 它是一个冒牌货 只要这么说 那把枪又怎么到了 这个冒牌货的手里 那是那个真正的钱阿森 交给他的 当时 他负责在门外接应 而真正的钱阿森 咱早已潜伏到先兵队的内部 等西登号吹响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行动 那这个七二三 又怎么进去的 杜贝君 问得何 走 客长客下 去哪里 去告诉清楚 你提的问题 我会拿到没有 你会儿在什么地方 我会儿在哪里 去哪里 在哪里 去哪里 去哪里 在哪里 我会儿在哪里 我会儿在哪里 你会儿在哪里 我会儿在哪里 我会儿在哪里 爹 你醒了 这是哪里 这里是三叔家 慢点 前师傅 谢 谢杨老弟 那三叔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于大哥 我爹得救了 前师傅 谢殿谢弟 你这烧终于算退了 老天爷 难怪是一根筋条 这个药真的能救命 什么一根筋条 爹 你一直发烧昏迷不醒 是于大哥把你从宪兵队救出来 到处给你找药 这药是一根筋条 还差点把命打进去 要不是于大哥 现在你都看不到我了 于 于老弟 你的救命是 请慢点 爹 你应该好好养着 这说一千到一万 都是我这个扫把星惹的货 要不是我 你也成不了这样 我这心里面还觉得对不住你呢 你这是怎么讲的 你 老男舅 我爹烧退了 陈司傅被死了 姐夫 你可算是醒了 这些天可把爱人给急坏了 好 小子 还真让你把药给弄到手了 不管这么说 救了我姐夫的命 我都得谢谢你 千万别这样说 幸亏大家都没事 要不然我都有心跳河自杀了 好 吴少爷 说吧 把你知道的 都说出来吧 就 就什么 被砍头的那个家伙到底是谁 他叫路透蛋 四个卖馄饨的 那秦阿三呢 他不叫秦阿三 他 他正名叫于显阳 于显阳 终于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通知情报课 搜紧于显阳的全部资料 是 告诉我 他现在在哪里 不晓得 还不晓得 吴少爷 你上回和令村到鲜兵队大牢里 看见你岳杖被打成那个样子 难道 你想让你父亲也尝试一下 而且 苏州城门上还少一颗人头 知道给谁准备的吗 可三阁下要命 可三阁下要命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三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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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 太久使不得 吴少爷 只要你老实交代 你父亲还是那个会长 你也还是那个队长 就他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明白吧 明白明白 可三阁下 是不是去几张铺了 有可能 三叔不是说了吗 有事情去去找他 我觉得他 他可能藏在铁匠铺 我 我 我 有心 于老爹 我相信你是个懂事里的人 我郭剑公 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你救了我姐夫的命 我记在这里 我慢慢地报答你 可这是两码事 现在我要讲的 是你严重地违反了军规 你目无领高 擅离职守 忽作非为 该罚就得罚 该关金币就关金币 一天都不能守 老娘舅 你还要把于大哥关起来啊 郭长官 我闯得祸我认 可我讲过 我的长官死了 队伍他没了 从那天起 我于贤阳救自己 我只听自己的 我要做一把杀鬼子的刀 你走吧 谢阳老弟 和你说句心里话 我喜欢你这把刀 可你想过没有 你这把刀能杀几个鬼子 一把刀能杀几个鬼子 你可以没有这些领刀 但我还可以做你的大哥吧 我实话告诉你 武汉那边出了一个大汉奸 他想帮助日本人颠覆我们这个国家 他想让我们的老百姓都争汪国奴 曾楚南来到苏州 就是想把这个汉奸给救出来 可是你倒好 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差一点就把这个计划给搅黄了 你晓得吗 老弟啊 老弟 我们都是军人 我们心里都清楚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好 我们退一步再说 我们不是军人 我们是老百姓 我们还是中国人吧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我们应该以国家的大局为重 老弟 老弟 真的不敢再添乱了 这些道理我都懂 可 行 国长官 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绝不给你们添乱 我相信你 阿元 阿元 此地不可久留 我准备了一条船 你和于老弟把你爹送到寒山寺吧 嗯 对了 我还要给你个命令 你给我看死了他 半步都不能离开寒山寺 啊 老娘舅 腿长在人家自己身上 人家还不是说走就走了 江姑娘 我不会为难你的 秦师傅的伤还没有好呢 我怎么着也得看着他把伤养好了 我才踏实 Quand 搜 客森客习 就是这里 老师傅 您这工作看起来很辛苦 世界三般苦 摇船打铁磨豆腐 就是苦财是吗 可是既然生计这么阶细 就应该专心干活才对 何必多管闲事呢 干什么 没有听懂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于显阳 您知道在哪里吗 于显阳啊 不认识 任官 三老爷 这些日本人是你带过来的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这些事情 人家皇军早就查得一清二楚了 等等 我们有什么事情 你把话讲清楚 少老爷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你赶紧把于显阳交出来吧 怎么又是个于显阳啊 我再讲一遍啊 不认识 没有听说过 三老爷 你别装糊涂 上次就那个 这么高那个 于显阳来你这里买骨刀的 他 我想起来了 我说认官 这件事情不对 这个人是你带来的又是你带走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三老爷 话不能这么讲 真的 你就把于显阳交出来吧 上次我来你这里 听得一清二楚 你说了以后有什么事情 让于显阳过来找你 对不对 这话我听得一清二楚 认官 你回家问问你爹去 哪一个做买卖都不这么讲话 人家买了你的东西 除了是不找你找谁 可是我那次 天哪 等便宜 算 算 算个费 姐夫 这里还有些阳城湖的鸭蛋 还有腌好的蟹膏 拿回去吃了补一补 好 老娘舅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我哪里走得开啊 这苏州城马上好戏就要开罗了 我总得悄悄边谷 跑跑龙套什么的呀 固然固然 这么热闹的事 你不带着我呀 你呀 老老实实的给我在那里待着 这样待着我哪待得住啊 需要你的时候自然会叫 不好了 不好了 资本鬼子来了 把打铁部给包围了 你们几个赶紧躲一躲 跟我走 好 爹 你快进去 接着我 快跑进去 三十人 外面救人 小心哪 宝靠 我找了 这 不 disappointing 来 报告 里面没有人 我再问你的 于晓阳 在哪里 大不大 现在要阵住气 冷静 你看看鬼子有多少人 都被退 把人带过来 任勇随 跟来 住手 住手 放开我 放开我 滚开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于晓阳到底在哪里 你就是问我一千遍一万遍 我就三个字 不晓得 都被决 把手压在这里 是 于晓阳 要我干什么 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 别再这么冲动了 要是这鬼子 要去混身 人 真是狗窝囊 是 他 自然来看 客战阁下 这样的刁面 留着又有什么用 不如一刀砍了的 要从他那里 找到那个千万三 也就是于晓阳的下落 可是 我们已经当着司令官阁下的面 保证过了 说那个凶手 已经死了 还有 昨天你也说 现在那个千万三 不管是死也好 活也好 就现在的心事而言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没错 任官 今天表现得很好 以后和渡边中作 把苏州的治安搞好 一定 一定 听到了吧 那个小侧老昨天又在日足界闹了一场 臭小子 闹得还蛮带劲的 大先生 这个于晓阳 如果再这么认着性子胡闹下去 早晚有一天 他得把我的任务给搅红了 大哥 曾先生 郭掌柜 三哥 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怎么会 怎么会 余显阳和我姐夫一直躲在三哥家 没想到姓吴的那个小子把他们给出卖了 我需要出身 郭掌柜 那于晓阳呢 有没有跟日本人动机手 他想动手 我一直在那里压着他 他没敢动 等鬼子走了以后 我把于晓阳和我姐夫一起送到寒山寺了 这三弟怎么进去了呢 大哥 我跟你说件事 你听了千万别着急 三哥他 他把鬼子把手给打残了 郭掌柜 辛苦你再跟我跑一趟海山寺 我要劝那个于晓阳必须离开苏州 如果他要是不听劝的话 我就亲自送他上路 都是中国人 用不着那东西 你放心 我会让他离开苏州的 老娘舅 爹 姐夫 好点了没有 你快躺下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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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工具 取工具 干什么 你还真想下地干活 我不是惦记那颗湿杯吗 我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寒山寺的大事 那也不差这一两天 你说你看你现在这样闯个气都费劲 没事 我没事 你看 你看 你又来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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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你就踏踏实实在这里躺着歇着 那行 我们过去 老刀 我们走 好 老娘舅 他等一下就回来了 这么着急干什么 晓阳 工程官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贾师傅 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狠角色 哪里哪里 贾老道 跑江湖的 于显阳 当兵的 我听说 你枪打得很好的 改天找机会切磋切磋 不瞒 二位 我那把枪还掉在仙兵队里了 这当兵的把枪丢了 丢人就到家了 不丢人 不丢人 这俗话讲得好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踩骚 是吧 好了 我会给你们俩机会 比试比试的 晓阳 我要给你讲一件事 那你们慢慢聊 我去门口坐一下 好 老刀 你坐坐 坐吧 晓阳老弟啊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可千万别这样讲 有事你吩咐 那我就实说了 阳城湖呢 是我们新四军的根据地 你也知道 我们那些同志啊 那个个都是苦大仇深 没上过几年学 更谈不上上军校了 他们打枪呢 也都是凭着实战练出来的 我觉得还差些劲 所以我想请你啊 到阳城湖去 给他们上上课 指点指点 提高提高他们 让他们也知道 这三点乘一线是怎么回事 你放心 这一日三餐 我保证鱼下馆高 只可惜啊 现在这个机器也不好 要不然 这阳城湖的大闸蟹 那可是有名的 顾掌官 你说了这么多 我明白了 无非就是一个意思 让我离开这里 你看 你看 你多虑了 我可真没这个意思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意思 是曾掌官的意思 我说小阳老弟啊 你就别钻牛角剑了 听听郭哥的话 到阳城湖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到那里养足精神 咱们回头再跟鬼子干嘛 行吧 答应我吧 我说于显阳 你还别跟我较劲 你昨天上午还答应我了 从今以后不再捣乱了 我于显阳说话算数 那就跟我回阳城湖 但我不去阳城湖 不去阳城湖你去哪里 我想好了 我找部队去 曾楚南不是讲过了吗 你们的部队打散了 战士们都牺牲了 就连你们的旅长都 没错 二六二旅是大没了 但八十八十还在 官长官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也跟你说一句 掏心窝子的话 我于显阳是个当兵的 这年头当兵的不杀鬼子 活着没劲 好样的 我什么都不说了 这是我在小鬼子医院里 拿的三支盘金锡林 前师傅用了一支 这两支你拿着用吧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 万一要是受了伤 这东西能救命 自打从南京回来 我的命就不是我的了 老弟 你真要走啊 老哥 你也听见了 我在这里不找人喜欢 还不如十项点早点滚蛋 其实呢 郭长官那个话 也没错 阳层湖多好的地方 有刺有喝 活得还自在 不杀鬼子 活着没劲 吃龙肉也不香 郭长官 回去吧 老道 明天要跟曾楚南去机场踩点是吧 福门机场 我倒是比较熟 那是一个开阔地 没折没挡的 如果是打伏击 就必须要有一段距离 否则连撤退都来不及 没错 以我的经验呢 那就必须用步枪 光步枪还不够 必须要枪法极准 一枪命中 因为没有第二枪的机会 郭长官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开这一枪吧 老实讲 我不来塞的 手枪 没得讲 从拔枪瞄准到射击 上海滩我认第二 就没有人敢认第一的 可手枪打不到啊 没当过兵啊 不会用长枪啊 你说对吧 我懂了 我晓得了 走 阿元 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给你放到这里了 还有 你得醒了告诉他 干活的时候小心一点 老话讲得好 上筋都鼓一百天 这伤还没好利索 可千万不敢再伤着了 那你自己跟他说呀 我用鸡头米窑的粥 你也喝一碗吧 无中气的 来 我爹说 等喝完这块杯 就带我回老家过年去 鱼大哥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老家过年可热闹了 我说的老家 就是阳城湖观音庙村 我们过年呀 有荡湖传的 请客串的 打莲香的 一趟晚上 家家户户撑着无棚船 去观音庙看涉戏 什么孟立军啊 载声援啊 庄云梅啊 这些戏我从小就看过 恐怕 今年就没有那么热闹了 这鬼子一来 谁还有心思看戏啊 我怕是去不了了 为什么 我明天就走了 走 去哪里啊 回前线 找部队去 阿玥 等你爹醒了 你帮我告诉他 我谢谢他 也谢谢你 这段时间 给你们添麻烦了 还有 算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